首先,雷霆舰队平行于第一宇宙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地球上发生的故事 跟迷你金刚合体后的赛国坦人的能力会得到大幅提升突破原有的限制 经过和谈,汽车人和霸天虎决定把他们送走 但运输飞蝉却来地球的方位失势 人类又在无意天激活了飞船 导致晴天柱和卫震天获得了迷你金刚的缺席位置 传世玩具和A版玩具相比尺寸明显缩水 并省略修改了部分原有的配置 但车型大同小异基本还是和动画中的形象保持着统一的样式 老玩具的车头内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控制声光的电路装置 新玩具则取消了电动要素在车窗内部的处理也不算细致 先看变形再说重点 取下武器 取下车厢 翻起尾部盖板 旋转180度 打开侧面盖板 下翻履带 接锁底盘卡扣 车厢中段面板扣归 把车厢展开 锁定汽车人标志面板 翻起两侧面板 把尾部面板锁定 玩具上下颠倒 翻起砲台根部关节 再把砲台沿关节翻转 旋转向前 打开最外侧面板 蓝色部分解锁 沿双关节下翻 再锁定支架 打开中段面板 把车头两侧解锁 向外拉出 锁定卡扣 打开车头 向下翻动 把胸甲扣合 锁定内部卡扣 把双臂抬起 下翻脚臂 把双肩外拉 再向下移动到底 旋转车轮 接锁侧颈甲和后裙甲 开分双腿 打开小腿面板 翻出脚掌 把小腿扣合 取下排气管 可以和打枪结合 把武器插进手心 也可以安装在炮台上方 重点来了 由于配件数量和整体尺寸的影响 导致战斗停台显得缺少一些厚重 老玩具的遥控变形 被取消 全部零件的翻折 需要完全手动 主体的变形极为简单 相对步骤较多的车厢 则更加通俗易懂 成天柱的人形更合 现代身美 并在老玩具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定的可动 继续看变形过程 解锁侧裙甲 把双腿下翻 翻起脚跟 翻出脚掌 车厢面板下翻 下翻炮台 解锁前裙甲 旋转履带 打开红色面板 整体旋转到身体后方 再把裙甲下翻 把皮帘子下着 两侧面板翻起 打开炮台 颜关节翻起锁定 主体肩关节提起 翻起胸甲 抬起双臂 展开合体肩关节 把双臂外翻 翻出头部 隔离主体肘关节 把双臂下翻 脚臂跟合体关节锁定 把合体双臂下翻 旋转90度 打开小臂盖板 收起人形脚掌 翻出大手 扣合小臂盖板 翻起脚掌填抹后方空洞 再把真甲锁定 把主体和背包结合 红色面板下翻和双肩锁定 把腹部卡扣结合 把胸甲下拉 展开头部两侧耳朵 把武器插进手心 玩具的合体过程简单流畅 即使不看说明书 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合体所依靠的卡扣位置和里扎 上下半身的连接非常稳固 人形整体和动画形象相比 以后还算不错的还原程度 做工硬带扎实 基本所有零件都有相当可靠的韧性跟厚度 由于完全是手动变形 所以下半身以后还算不错的可动幅度 双手造型比较难看 配件只有大枪 缺少了迷你金刚 总会让人感觉有点突兀 太不好 该谁了